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些药膳历史发展 在先秦时期的时候 药膳已经是相当完整的一个体系了 然后到了唐汉代和唐代这几百年的之间 那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记录 包括临床的记录 药膳是治疗什么疾病 所以药膳里边它也分类了很多疾病 以现在讲的就是小儿科 内儿妇科 以及包括了精神科 还有消化系统 各种系统 呼吸系统 还有泌尿系统 以及一种另外一种分类 就是保健药膳也有 那包括了一些女性的疾病和泌尿性 那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 所以药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体系 它必须根据说中医的辩证论治 比方说胃气饮血的辩证 或者是五脏六脏的辩证法 或者是六经辩证 也有这样使用在药膳当中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药膳它是一个需要看病的过程 然后经过医生的把脉舌疹 以及配合了你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或不适 再加上我们对饮食的了解 以及方位 比方说北方人南方人的体质 还有就是季节性 就是说春夏秋冬 在马来西亚来讲还是有雨季 旱季年尾年中 年头的风向的变化 以及农作物所当季农作物的使用 这样的一种体系的配合才能形成了我们的药膳的制作方式 那这个是真正完整的一个药膳的概念 那 比方说我大家想说 那大家都见到说 今天我有药材 我把它丢到汤里面 我就认为是药膳的不一定 那它整个配搭里面它都有讲究 这个是我下一堂课会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我今天用了补气药 我就补血作为 每一个配方它都有均层着死 所以不是说我爱怎么放就怎么放 当然均层着死当中会有 刚刚我讲的就是烹饪的技术 味觉的考量 所以这里头也会有一些量和比例的考虑 这是如何做到一道好的药膳 那包括了食材里面说晒干的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莲藕结 是晒干的 这也是一个药膳的一个方式 好 那今天我暂时讲到这里 那下一堂课我们会详细的讲说药膳的基础学 谢谢大家